叛军进京前,我被送去安抚作乱的藩王,谁知藩王既是当年伺候我的马夫,他不紧不慢地脱掉我的鞋子,当年哪只脚踩过本王的背,我誓死如归地开口,两只脚。 哦,沈席玉将我的足子把在手里,细细妈撒,柔若无骨,你说,捏碎了如何? 一,我是太尉千金,生不逢时,娇生惯养了许多年,眼看到了出嫁的年纪,天下大乱。 十八路藩王一个色一个凶猛,对王都虎视眈眈,其中最猛的,便是燕王沈席玉。 藩王中的后起之秀,一月之间,连下数十成,如今,燕君已经在王都十里之外,暗淫扎债了。 沈席玉原本就是个一穷二白的破落户,逃荒路上差点饿死。 老燕王收留他,给了口饭吃,并招他入坠。 没几年,沈席玉斩了人家,坐上藩王之位,摇身一变成了金冷清贵的新任燕王。 要多讲理,有多讲理,说是书香世家出来的贵公子也有人信。 只有王都的大官知道,沈席玉送来谈判的人,要多蛮横有多蛮横,是个披着华丽皮囊的强盗。 剩下时节,炙热的暑气,驱不散我心底的寒。 一刻钟前,父亲下朝回来,端着茶做了半日光景,一句话不说,气叹个不停。 我母亲差点哭断气,我的圆圆身骄体弱,吹个风都要生病,怎么能送去王都之外,给他当妾。 我爹云聊雾绕,愁容满面,夫人,燕王没说让圆圆做妾。 呸,你当我不知道他家中早有妻事,母亲扯着嗓子,大有不想活命的架势,燕王燕王。 说得好听,他就是咱家出去的马夫,要不是你当初心狠,那样对他,他能恨上咱们。 我家当年,对待沈席玉,的却算不上好,叫人家当牛做马,受尽折辱。 沈席玉还坐过人瞪,下雨天跪在地上,被我沾满泥泞的袖鞋踏着上车。 如今他富贵发达了,我吓得小脸煞白,哆哆嗦嗦一句话说出来。 我爹胡子一吹,两眼一瞪,他不惦记人人我能打他,是,他也惦记过我,我拒绝了,最佳一等。 我不管,人人不嫁,母亲嘶吼道,我爹两袖一白,气呼呼冷笑,行,不嫁。 燕王打进来,咱们一起死,从谈判到现在,半个月,沈席玉已经辞了八次王都送去的婚帖。 不是嫌李家小姐娇气,就是嫌王家小姐病毛。 皇帝灵机一动,连夜休书送往沈席玉军营,宋家小姐可否,宋元,也就是我。 比李家小姐更娇气,比王家小姐更病毛。 沈席玉二话没说,太史臣回了句,可,这是寻仇来了。 眼看他们越吵越烈,我忍着眼泪从椅子上站起来,爹娘,别吵了,我嫁,早晚都是死。 我走在爹娘前面,也算尽孝。 出嫁那天,我娘哭得肝肠寸断,我也哭成了泪人。 家里没有陪嫁丫鬟,因为沈席玉说,她什么都不缺,只要人。 天朗气轻,王都万人空相,百姓都来为我送行。 我穿着流光溢彩的喜服,浑身挂满昂贵珠宝。 若不是怕折断我纤细脆弱的脖梗,皇帝还想把一串沉甸甸的冬柱挂上。 他眼含热切,说,我是王都的恩人,要走的体面。 十里路,走了一天,我便足足哭了一天,既害怕又无助。 等到天色完全看不见了,远处依稀闪出橘色的光运。 星星点点,优越将至,人死到临头,已经什么都顾不上了。 沈席玉一句话,斩了江陵太守三十八房姨娘的头,悬在城门示众,至今还没取下。 这种说一不二的狠独性子,我一个花瓶都不赢的。 明日,我的头,便会送回王都去。 我听着轿外,传来马蹄声,泪痕干涸,面露麻木。 少请,外面有个男人骑着马来,冷冰冰质问,怎么这么慢? 大人饶命,抬轿子的轿夫是要活着回去的,他们慌乱跪了一地,轿子歪歪斜斜落在地上,差点把我甩出去。 时隔多年,再次听到沈席玉的声音,我呼吸急促,懊悔不已。 早知道当年就收敛些,好好待人家,还能留个全尸。 我爹语重心长地告诫过我,到了别人的地盘,要懂得服软,这样能少吃一些苦。 于是我手脚发软的掀抬帘子走出去,黑灯瞎火,只见有个身量高大的男人挡住了火光。 我捶着眼飞快走去,牵起男人粗糙的五指,夫君莫怪,是妾身不好,让夫君就等了一时间,只有林间素素的风在响。 我斗胆仰头,借着灯火的光,看清眼前的男人。 浓眉大眼,胡须好像刀枪林立,魁梧骇人,像极了我爹珠岸上供奉的关公。 我惊恐的张大嘴,哆嗦得更厉害了。 沈席玉怎么变成这样了?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我腿一软,阴差阳错栽进他怀里,硬着头皮柔声换倒。 呀,夫君,头好晕,主动投怀送抱,总不会错。 谁知不远处,传来一声云淡风轻,不冷不热的讽笑,怎么? 你是桥上本王的下属了? 嗯,熟悉的音色从不远处传来,听得我头皮发麻。 多年过去,即便站在漆黑的荒野,我一眼就认出了沈席玉的身影。 并不单薄,也不厚重,是恰到好处的身量,个头高挑。 说话的时候,尾调会隐隐上扬,听来像阴侧侧的调侃。 当年他用肩膀,扛着我越过墙头,摘刚熟的春桃。 肩膀染满泥泞,眼中盛满柔光。 如今却早已误视人非。 沈席玉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惊觉方才的乌龙可能会叫我丢命,于是提着雷坠的嫁衣,叮叮当当追进军帐。 夫君,我错了。 白竹跳动摇曳,屋中朴素,唯一的红便是我身上的嫁衣。 沈席玉丝毫没有取我的意思。 果然,我是做妾来的。 我战战兢兢地跪在床下,大气不敢喘。 抬起头来。 沈席玉的声线如珠落玉盘,周身围着一层浑然天成的贵气。 只是语气不大好。 我怯声声地抬头。 路眼先是她华贵无痕的天青色衣袍。 网上,是束缚窄腰的玉带和环配,清玉色的穗紫垂在柔软的被褥间。 最后,是她的脸。 棱角分明的轮廓,拨削紧拧的唇, 锐利深邃的眸,敞开了一些,比之当年更加俊美。 传言不虚,如今叫王都的贵公子,一般无二了。 她忽略我湿润的眼角,稳坐高踏,薄唇勾起一抹冰冷的微笑。 本王当年怎么伺候小姐的,小姐可还记得。 我惶惶抬眼,对上她沉浸如水的眼眸,心头一惊。 当年沈席域时时刻刻跟在我身边,我一句不喜, 她便替我挡下王都世家公子抛来的绣球花。 我任性骄纵,犯了错,爹爹第一个打的便是她。 因此,沈席域不光不受我爹待见,更不受整个王都世族的待见。 她因为我吃了许多苦。 可当沈席域站在青涩的雨里,双眸黑沉坚定, 小姐,我心愿你,我脚弄着帕子,后退一步, 你我,身份有别,我想了很久,我们还是算了。 轻飘飘一句话,把我和她的情谊一笔勾销。 沈席域眼底的明光一寸寸消失,隔天就被家丁打出了府。 这是我对她说过最后的话,如今她要我伺候她,要命。 万一毛手毛脚把沈席域惹毛了,死得更快。 怎么? 不会,沈席域反手一提,将我拽进去, 翻身扣住我纤细的脖梗,笑得温吞胜忍, 刚才对别人投怀送抱的时候,倒是轻车熟路,到我这儿便不行了。 我脸一白,认,认错了,才分开几年,小姐就不认识我了。 当初朝夕相对,是喂狗了。 沈席域显然已经恨上了始乱终气的我,冷笑一声, 欲止一挑,卸了我身上的珠宝。 当年用哪只脚踩了本王的背,我快被沈席域的气势吓死了, 视死如归道,两只脚。 哦,沈席域不紧不慢,替我把鞋子脱了, 把在手里细盘,柔弱无骨的,你说,捏碎了如何? 我错了,求求你饶了我吧。 饶了你,她顺着脚踝网上,在我的小腿处打转, 起一抹不带温度的笑,小姐使乱中气的时候, 可曾想过今天。 我双足保养得极好,沈席域爱不释手地把玩着, 偶尔用大了力气,我脚背便会留下一处红痕。 救命啊,我硬着头皮,打算主动一点,少受点罪。 来的路上,喜婆娇得匆忙,我学得也匆忙, 因此忙活一通后,我卡壳了。 白竹燃过大半,光线昏尘。 面对沈席域爱沉沉的注视,我越慌越挫, 手一软扑通跌坐怀中,触到某些不可名状的误事。 沈席域闷哼一声,咬牙道,你们王军好算计, 还想让本王段子绝孙不成。 此刻,半面烛光染上了沈席域的侧脸, 她一扇半解,露出半片梗子,背懒地瞧着我。 从她的耳后发肩,到胸前,有道深深的霸。 以前,我偷偷看过沈席域洗澡。 那时候她,好看得紧,身体紧实有力,肌肤光洁如玉, 远没有精液地斑驳害人。 我张红了脸,轻轻拂过沈席域肩颈的霸, 你怎么弄的? 她勾起唇角,带小姐所赐,如今瞧着, 倒知道心疼我了,原来我爹当年下狠手。 疼不疼啊,我渲染欲气。 沈席域脸上的笑容一收,毫不留情地把我埋进被褥里, 沉得脸冷喝,疼,别碰我,睡觉, 沈席域闭眼躺在外侧,牙关紧咬。 我没料到她能发脾气,战战兢兢缩在被褥里。 梦里,我又回到当年,锦衣华服的轻衣男子骑在早红马上, 居高临下地道,宋小姐,你和我是天作之和, 我劝你乖乖应下这门亲事,否则,身边的人却搁不少腿的,可别怪我。 一转又是个雨夜,我在昏暗的柴房里醒来, 衣衫蓝绿,身上伤痕垫步。 我娘劈开门冲进来,抱着我嚎啕大哭。 对于那段过往,我记不太清楚, 只知道从那时起生了病,一听嫁人,就怕得要死。 可我待在沈席玉身边,再睁眼,已经天亮。 沈席玉穿着妥当,将一块玉佩递过来,让我给她戏。 我脑子猛猛地,稀里糊涂地给她系在腰间, 就听她不冷不热地丢下去。 三日后,夫人来迎,摆清自己的位置。 三,沈席玉的夫人,老燕王的女儿。 她提到夫人时,沈帝缓缓样出默默温情, 仿佛在谈论至亲之人。 我墨地心头一紧,苦涩弥漫至心头。 外面都传她杀了燕王,抛弃妻子, 如今看来却并不是这样。 当年她离开王都,不知所踪,天下刚乱,哀红变矣。 她是怎么活下来的,我不敢想。 燕王对她有救命之恩。 沈席玉绝不可能做出恩将仇报之事。 如今沈席玉心肩上的人, 已然是正房夫人燕月了。 压住心底的惆怅,我低眉顺眼地印道, 是,妾身一定不跟夫人顶嘴。 只见沈席玉笑笑,云淡风轻道, 不会兴风作浪,本王娶一个外事干什么, 我傻了。 她什么意思? 让我跟夫人对着干。 看出我的拒绝,沈席玉抛出第二个选择, 或者,你更愿意当人等。 我一瞬间想到了无数种可能性, 最终断定,沈席玉想借我的手, 让她夫人吃醋。 我娘教了我十几年如何当一个正式夫人, 可没教过我如何当个兴风作浪的小妾。 如此重任压在我脆弱的小身板上, 我惶恐啊。 我想写家书,争风吃醋的事,得问我们家姨娘。 沈席玉眼神晦涩地打亮我一眼, 在桌上摊开纸,示意我过去。 可她就在旁边盯着, 我提笔半天,落不下一个子。 怎么了? 沈席玉眉宇间隐隐生起不耐。 我扭扭捏捏,最后硬着头皮, 在她的注视下,写道, 姨娘安好,敢问姨娘, 如何勾引夫君沈席玉? 我觉得不够,又补充道, 能气死祖母的法子有哪些。 我悄悄看了一眼, 发现沈席玉板着那张俊脸, 眉头越皱越紧,似乎不太满意。 这关乎着我的生死存亡, 我不得不继续倒, 最好让她家宅不宁,宠妾灭妻。 好了,沈席玉无情地抽走我的家信, 老三,送走, 我急着伸手去够, 求求了,让我再写一句吧, 我还没报平安呢。 沈席玉举得更高, 俯下身子讽道, 你是人质,报什么平安? 是啊,她恨我家, 巴不得父亲母亲在家里哭死。 我不是夫人燕月, 我没资格跟她谈条件。 四,第三日,夫人到了, 原本沉寂的军营顿时热闹起来, 燕月是老燕王的亲闺女, 是他们真真正正的自己人。 比起对我的客气, 军营里的人对夫人, 是发自内心的亲近。 这天, 我起得极早, 特地打扮得花枝招展。 出门时, 沈席玉早已立在外头, 瞧见我的装扮, 不动声色看了很久。 马车远远驶来, 蓝色木帘低调厚重, 少请, 车停在人前。 一双手从里面伸出, 拨开帘子, 露出一张阴气逼人的脸。 我愣住了。 燕月梳着高马尾, 窄袖奇妆, 丹凤眼, 柳条腰, 四肢紧视, 英姿飒爽。 真是, 帅气得很。 沈席玉神情如糊了些, 怎么没骑马? 容他歇歇, 夫人从车园上跳下来, 不履轻快地走到我面前, 毫不在意地打量几眼, 那得切。 嗯, 沈席玉并不反驳。 夫人仔细围着我转了一圈, 你喜欢这种的, 就差把庸之俗粉写在脸上了。 若不经风的娇花哪哪都有, 等打下王都, 你想要几个要几个。 沈席玉轻笑一声, 不与置评, 反倒叫我先回去。 眼看他们进账, 我找了个隐帝之地听墙角。 三个月后, 雍王戒掉的兵马可直抵王都城外, 到时候咱们合力攻打, 王都必败无遗。 烟月清澈的声音极具标志性, 沈席玉, 你到底怎么想的? 明明你可以早几个月拿下王都, 非得搞和亲。 怎么啊, 宋家的仇非报可? 非报不可, 沈席玉一字一句道, 当日所受之辱, 我要他悉数还来。 那倒也是, 谁能想到宋氏小姐会下次狠手, 烟月叹了口气, 要不是我捡着你, 怕是连命都丢了。 我越听越震惊, 当年我爹到底对人家做了什么? 还想要他的命。 难怪他身上伤痕垫步, 我触摸的时候, 沈席玉眼底压着一层不见光的音翼, 沈席玉竟然误以为是我做的, 不远处传来守备军脚踩枯枝的声音, 我不敢多留, 匆匆逃回银帐去。 沈席玉一定误会了什么, 可我该如何解释呢? 我想了半日, 无从开口, 强行解释只会在沈席玉伤口上撒盐。 从王都出来前, 王军曾经语重心长地说, 宋小姐, 正所谓英雄种, 温柔香, 你为百姓现身不丢人, 只要能拦下燕军, 正保你家世代荣华富贵, 要不现身吧? 美人记也是记。 万一沈席玉还念着我一丝好呢? 熬到深夜, 沈席玉回来了, 手里还捏着一封书信, 知道她恨我的缘由, 我一动不敢动。 沈席玉怪异地瞧了我一眼, 吩咐道, 拆开看看。 接到手里, 发现是姨娘寄来的家书。 我在沈席玉的监督下打开了信, 小姐, 为妾知道, 再与一个骚字, 骚手弄字为其根本。 床子尖, 要放得开, 覆涂如下。 屋里静悄悄地, 沈席玉平缓地呼吸加重了血。 我从里到外熟得彻彻底底, 浑身燥热。 若知道开篇就是姨娘私藏的密途, 我宁愿一把火烧了。 至于如何弃主母, 当面与家主眉目传情是下策, 与之谈笑风生, 暗示自己与家主情色和名方位上策, 你母亲戴我不薄, 我可从来不用。 至于宠妾灭妻, 小姐要勤学第一条, 戴怀的子嗣, 方能实现, 看完, 我已经不敢动了。 沈席玉坐在斜后方, 目光落在我脸上, 炙热灰暗。 乱七八糟, 她轻斥一声, 语气轻慢, 却勾得我心肩一颤。 我咕咚咽了口唾沫, 低着头站起来, 夜深了, 该,该, 沈席玉突然抱住我, 扔进床里。 我猛地勾住她的脖子, 抓住机会道, 席玉哥哥, 我一直喜欢你的, 第一次大胆直白地说这种话, 舌头差点打结。 沈席玉神色一僵, 掐着我的下巴, 语调冰冷, 再说一遍。 这么多年, 我从内忘记过你, 此次和亲, 是我自愿的, 沈席玉眼底卷了浓郁的墨色, 轻轻抹撒过我的唇瓣, 讥讽道。 当年, 是小姐亲口说, 马夫身份低贱, 配不上你。 如今又配得上了, 我绞尽脑汁, 挤出几滴热泪, 我是有苦衷的, 如果当年可以, 我愿意跟你远走高飞。 沈席玉没等我说完, 粗鲁地稳住我, 一番腾咬后, 威胁道, 宋元, 你最好说的是真的, 再骗我一次, 我把你挫骨扬灰。 我乖绝地点点头, 抱住沈席玉, 这次真不骗你, 我发誓, 红杖软软垂落, 珠宝首饰一件件从里面掉出来, 最后金镯子当当掉在地面, 咕噜着滚远。 杏纸撒了一地, 密途生动地在烛火里摇曳。 五, 我断定沈席玉昨晚蓄意报复。 四日, 我顶着两个硕大的黑眼圈, 手软脚软地从帐中爬出, 捂着腰下床时, 刚好对上沈席玉燕族的目光。 她勾勾唇脚, 慢条四里滴吸好扣子, 乖乖待在这儿, 别瞎跑。 午后跟我和夫人用膳, 我红着脸点点头。 沈席玉在我赤裸的双足上一弯, 嘱咐道, 罗袜穿好。 我憋了半天, 小声道, 布料粗, 磨得慌, 本来这里的衣料我勉强可以忍受, 结果昨晚肌肤饱受粗磨后, 沾着就疼。 我承认了, 我就是个娇生惯养的废物, 是多矫情, 沈席玉给我个痛快吧。 我静等沈席玉发怒, 谁知他扭头吩咐帐外的士兵回于成买上等的料子。 于成, 是他刚打下不久的城池, 制布公义一绝。 可以说, 除王都之外, 于成的布料天下无双, 美人计当真如此管用。 我心中生起息迹, 试探开口, 夫君, 王都可可以不打呀。 沈席玉手一顿, 瞥了我一眼, 宋元, 安心当你的花瓶, 其余的哨馆, 我颇为挫败, 昨夜现身的结果, 就是保了自己一命。 王都该打还得打。 唉。 我背懒得躺到晌午, 慢吞吞对镜梳妆, 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无害的花瓶。 燕月的帐子中早已传出饭菜的香气, 还有我想念很久的桂花糖糕。 我不屡急促, 进屋时拌了脚, 发现燕月和沈席玉并肩坐在一起。 燕月守着一整盘桂花糖糕, 正吃得尽兴, 哪为你这么多年, 还记着我的喜好。 我心里一堵, 没有来得想起从前, 沈席玉从街头到巷尾, 只为买我最爱吃的桂花糖糕。 如今, 她依旧会为喜欢的姑娘买, 只是这份偏爱换了个人而已。 反观沈席玉为我留的位置, 面前清汤寡水, 还有我避之不及的炒苦瓜片。 我深吸一口气, 再次提醒自己, 不要自作多情。 破镜重圆,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不然总是话本里居多。 席间, 也不知道沈席玉哪根筋不对, 不让我吃甜的, 还要抢我的苦瓜片。 我塞了半碗饭, 勉强果腹。 之后再也塞不下, 沈席玉离席时, 我便一道回了。 那瓜片冷辣, 苦一入喉, 绵延不绝。 刚进屋, 我便奔到桌边树口。 沈席玉站在后头, 不咸不淡道, 苦吗? 苦。 当年本王就是靠这个活下来的, 他坐在桌边, 枝头瞧我, 都说夫妻应当同甘共苦, 你也该尝尝, 很难说他眼底是畅快居多, 还是恨意居多。 他这话叫我生出息迹。 我出神地望着他, 夫妻, 沈席玉脸一沉, 收了目光, 轻斥, 你倒是会抓重点, 即便如此, 我心里仍然涌起一股控制不住的甜蜜, 趁他不注意, 偷偷塞了磕糖含在嘴里。 没等把糖纸藏好, 沈席玉隔空伸过手, 捏住我鼓起的塞, 冷笑一声, 好啊, 宋元, 原来你是这种小白眼狼, 敢在我眼皮子低下偷肩耍滑。 他用食指敲开我的软唇, 抵在牙关上, 张嘴, 吐出来, 嘴里实在太苦了, 我压紧牙关不松口, 含泪匆忙嚼碎糖筷, 准备咽下去。 沈席玉总有办法叫我妥协, 只见他栖身上前, 将我压在桌子上, 低头擒住我的唇瓣, 另一只手捏住我的鼻翼, 我因为窒息, 张开了嘴。 蜜糖与唇齿间的苦涩融为一体, 苦意卷涂重来, 我急得拍打沈席玉, 无济于事。 他强盗似的抢走了我仅剩的甜蜜, 抵着我额头, 动猫似的挠我下巴, 藏了多少, 都拿出来。 我遮遮掩掩地, 没快过沈席玉的手。 很快, 一枚小小的糖盒躺在他手掌心。 糖盒四周的黑漆抹掉些许, 花纹被磨平了棱角, 在烛光下显现出温润的光滑。 木料并不贵重, 刀工拙劣, 但盛在花纹匆医运。 沈席玉将住了。 这是他当年送给我的糖盒, 送府的人不许我吃糖, 只有沈席玉灌着我。 许多年过去, 他也没料到一些旧物还能再次出现, 何底有他亲手刻的原字。 我生怕自己不为人知的小心思, 对沈席玉觉察, 伸手去夺, 你还给我。 沈席玉骤然收进自己袖子里, 神色一寸寸垫得冰冷, 你方才是故意让我瞧见的, 我躲他还来不及, 怎会故意为止。 沈席玉低着头, 默然把玩着糖盒。 宋元, 这是本王当年一刀又一刀雕出来的东西, 为何要还给你? 他张开五指, 只附上一心能见到浅浅的疤痕, 有些话, 你说三分, 本王变信三分, 可你, 千不盖万不盖, 拿他做筹码, 来探我的真心, 我知道他雕琢糖盒的时间足足小半年, 因此从不敢叫他磕了碰了。 这是我的念想, 谁都不知道。 我急得拽住他的袖子抢, 你给了我, 就是我的, 沈席玉吃笑一声, 猛地震开我, 后退一步, 我给了你一颗心, 你如何糟蹋的, 记得吗? 你嫌本王脏的时候, 记得吗? 我浑身如进了冷水般, 抖个不停, 我没有, 你我身份有别, 还是算了, 沈席玉一字一句念出当年的话, 你亲口所言, 本王冤枉你了。 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回忆起这个场景, 我都会产生一种恐惧, 就好像有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不跟它分开, 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他自嘲道, 我的东西, 在你眼中, 从来都不值钱。 一个糖盒, 想必也廉价极了, 唯一妙用, 便是被宋小姐拿来, 宽我骗我, 沈席玉开了闸, 说话一句比一句伤人。 万一就管用呢? 王都几万百姓的命, 和你吃鱼王军的命, 便都保住了。 可是今时不同往日, 你如何断定, 我非你可。 你别说了, 我陡然拔高声音, 颤着身子, 牙关紧咬, 你走吧, 出去, 沈席玉气笑了, 连连点头, 目光冰了。 好好, 我走, 这脏东西, 不要也罢。 唐河被扔进了火盆, 沈席玉面无表情地淋上火油, 将蜡烛扔进去。 但随着熊熊火焰, 迎战帘子一掀, 人消失在黑夜里。 我费了好一番力气, 才扑灭了火, 唐河烧得面目全非, 一碰就散。 我丧气地瘫坐在地, 倚着桌子腿, 神情正正, 早就料到有这么一天。 沈席玉心中有节, 不是几句甜言利语能解开的。 根基毁了, 筑起的高楼, 终有一日会轰然倒塌。 我和他中间的沟壑, 拿什么田? 不知怎滴, 就睡了过去。 再醒来, 烟月的侍从等在外头。 宋小姐, 夫人喊你虚话, 我在地上坐了一夜, 起身时浑身虚软无力。 勉强用胭制水粉压住黑眼圈, 出门发现, 军营空了一大半, 沈席玉不知所踪。 我刚跟他吵了架, 无心其他。 一路走来, 掀他烟月的银杖, 他已经被好茶水等我。 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便是, 宋小姐, 在他知道你的秘密前, 自己走吧, 我愣在当场。 烟月漆了一壶热茶, 隔着鸟鸟茶云, 语气镇定平和。 新朝的皇后, 不能有任何污点。 在沈席玉之前, 你的清白给了谁, 想必不用我多说了。 不出三日, 沈席玉的探子便会将这个消息传进他的耳朵。 我不愿看他再封一次, 所以, 悄悄离开是你最好的选择。 他的画像隔着一层雾, 模糊不清地传进耳朵。 眼前的场景渐渐拉远。 突然, 当年调泼雨夜闯入我的脑海, 模糊的记忆竟然有了轮廓。 母亲破门而入, 拿大厂将衣衫褂褛的我裹在怀里, 声泪俱下。 明晃晃的火把点亮了暮色, 我被爆出门时, 父亲正对着什么人破口大骂。 我蜷缩在母亲怀里, 抖得厉害, 回去后彻夜丝毫, 声音都是哑的。 次日, 与世间歇, 沈席玉骑马而来, 站在天青色的雨里, 眼底盛着明光。 圆圆, 我心悦你, 可是, 为时已晚。 我神情恍惚, 麻木地说出练习了一夜的话, 沈席玉, 我们身份有别, 你走吧, 我们还是算了。 六, 那年沈席玉走后, 我大病一场, 醒来便稀里糊涂的, 性子越发懦弱, 整日闭门不出。 直到某一天, 我忘掉了一些事, 身子也渐渐好起来。 此刻, 燕月的话就像一把利刃, 划破我尘封在驱窍里的茧。 我在血淋淋的事实前无所遁形。 燕月拨弄着碗底的茶叶, 打僵临的时候, 太守府的姨娘们故意设局, 意图攀上沈席玉。 他们给沈席玉灌了药酒, 本以为能得偿所愿。 第二日, 却是沈席玉浑身燃血, 提着他们的头走出来。 宋小姐, 她此生罪恨始乱中弃之人, 因你疯过一次。 倘若再有第二次, 天下人不容她。 你难道想看她功拜垂成, 尸骨无存吗? 我明白, 帝王之位稳妥与否, 要看天下百姓人心向背。 十七路翻网虎视眈眈, 沈席玉一旦背上是杀的骂名, 就是给了他们机会。 燕月叹了口气, 既然打定主意和她一刀两断, 就没有心软吃回头草的道理, 我瞬间被抽干了灵魂, 无力地闭上眼睛。 他们都说, 沈席玉杀了你父亲, 是真的吗? 燕月云淡风轻地笑笑, 宋小姐, 你觉得是谁做的? 在她灼灼目光下, 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燕月笑出声来, 眼底的野心再也不加掩饰。 父亲他老了, 与其坐等被其他藩王蚕食, 不如主动出击。 沈席玉背着这个罪名, 只能跟我合作。 而你, 就是吸引他攻占王都的耳, 原来自始至终, 都是燕月一个人的独角戏。 宋小姐, 跟我作笔交易吧, 燕月说, 我失手退场了。 作为交换, 他可以保全我的爹娘, 送我们归隐山林。 其实我没得选, 也不难选。 三个月后, 天暖风轻, 我端着切成块的瓜, 站在屋檐下, 探处济州扛着水桶在庭院里往返。 如今, 我们定居在一处山清水秀的偏远小镇, 此地三面环山, 一面环水, 仓储丰富, 远离战乱。 往来百姓不多, 不通外界。 当时, 我爹遣散了大半仆人, 只剩几个侍卫跟着。 楚济州便是其中之一。 他原是我爹的贴身随从, 住在前院, 此次家里逃难, 他忙前忙后出不少力。 喂, 你吃点瓜吧, 我朝他挥挥手, 声音很轻。 自从想起往事, 我又恢复了以前阴郁胆小的模样。 每每有陌生男子靠近, 就如同惊弓之鸟, 浑身冰冷陡坐一团。 楚济州是唯一一个能陪我说话的。 他身上高挑, 脸庞光洁白皙, 透着一股冷峻。 起初我怕急了他的样子, 几次哭着喊着, 叫父亲把他打出去。 直到某天下午, 他经过窗外。 之后, 窗台上留下一个精致的小糖盒。 我缓缓拿起, 摸索半天, 对他爱不释手。 从那之后, 便愿意跟楚济州说话了。 楚济州撂下水桶, 到井边打了水擦洗干净, 才折回来接过我手里的瓜, 笑着说, 谢小姐, 阳光下, 洁白的水珠顺着他筋骨分铃的脖子滑进衣巾里。 我不禁出了神, 想起许多年前, 沈习玉也是这般, 温柔耀眼。 姨娘经过狼下, 笑着打去, 狼才女貌, 天生一对, 这话落在旁人耳朵里, 是句细语, 落在我耳中, 却像一柄刺刀。 周身如垛冰窖, 我疼得站起, 脸色煞白地倒退一步。 楚济州察觉到我情绪不对, 停下动作, 目光担忧, 小姐。 我慌乱地摇摇头, 后退着进了屋, 我累了, 我先歇息了, 当天晚上, 我又开始做噩梦。 我梦见雨天, 王公子的马车陷入泥泞, 他彬彬有礼地掀开帘子, 道, 宋小姐, 可否叫你家车夫帮个忙? 接着画面一转, 车夫伸手分离, 王公子宁笑着闯入车中, 捂住我的嘴。 随后, 睁开眼便是母亲抱着我, 嚎啕大哭。 那晚的星星很亮, 却没能驱散黑暗。 我淒厉地哭喊出声, 叫着沈席玉的名字, 圆圆呼唤一声声传来, 将我从黑暗拉回。 我喘息急促地睁开眼睛, 温暖的灯光驱散了噩梦, 母亲引在暗中, 将我紧紧抱在怀里, 红了眼眶。 她联系地摸摸我的额头, 我原本以为沈席玉念旧, 会好好带你。 是我们想得太好了, 以后圆圆待在母亲身边, 哪都不去, 我像个受伤的雏鸟, 躲进她的羽翼之下, 哽咽着点头。 由于噩梦的纠缠, 我缠绵病榻, 锐见消瘦。 坐在镜子前时, 里面照出的人眼窝深陷, 双目无神。 纵使母亲耐心地替我描眉梳妆, 依然盖不住满脸憔悴。 这日, 父亲起身去隔壁的镇子上找廊中, 等入夜才回来, 身后跟了个人。 大夫, 快给我闺女补补吧, 最近吃什么吐什么。 郎中十分恼怒, 风尘图仆地扔下药箱, 不耐烦地往我手腕一打, 没好气道, 怀了, 正常, 屋中几人瞬间愣住, 什么。 她整整绣衫, 怀了, 没听见, 给你们开几服药, 喝完再来找我, 说完, 郎中疑惑地扫过我们所有人的脸, 谁是父亲。 话落又一阵沉默, 我窝在被子里, 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 郎中明白了什么, 屡着胡子问, 去还是留? 去, 父亲母亲一口同声道, 留是我说的。 父亲气得在屋里乱走, 声声声, 她沈袭玉的, 总能有我闺女的命重要, 不行, 必须打掉, 之后我便没再说话, 黏哒哒地靠在床里, 独自流泪。 晚上, 母亲端了一碗顿熟的蛋羹来, 扶着我靠在床头, 圆圆, 我知道你舍不得。 可是我也是母亲, 我舍不得你苦, 我泪流干了, 眼巴巴看着外面。 母亲,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我不能和喜欢的人长相厮守? 母亲绷紧了嘴唇, 扮上颤着声音道, 你没错, 是我的错。 我教你诚实善良, 教你与人为善。 你救了王家的畜生, 毁了你一辈子。 你说不想让沈袭玉蒙受屈辱, 娶不竭之人为妻, 我和你爹便狠心把他逐出王都。 是我们把你教得太好, 反倒苦了你自己。 母亲吹了吹滚热的蛋羹, 味道我嘴边, 圆圆, 沈袭玉做了皇帝, 你却不是名正言顺的皇后, 这孩子作为长子, 如何自处。 我想到燕月, 他野心勃勃, 必不会叫这个孩子健康长大。 生下来, 徒增无望之灾。 我默默叹了口气, 眼底好不容易生起的一丝光, 重新归于暗淡。 算了, 疼一下, 就可以和他彻彻底底的一刀两断。 劳烦大夫开一张堕胎的房子吧, 我与其轻缓。 郎中轻叹道, 可惜了, 他开完房子, 背起药箱, 步履匆匆地消失在夜色。 父亲本想派楚激州连夜见药, 可我实在疲惫, 拖到了第二天。 结果天刚亮, 一对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小院。 昨夜的郎中指着我喊道, 官爷, 就是他。 画上的人就是他。 士兵张开一张泛黄的画, 仔细对比后大喜, 喊道, 陛下吩咐了, 抓住活人, 先入天牢鞭吃四食。 如果还有气, 他亲自来审。 若是死了, 草席一圈丢乱葬岗去。 我被人粗暴地拖起来, 神志魂恶, 赶了你们陛下时, 士兵冷笑一声, 燕王继位, 为天下新主。 连惹了谁都不知道, 不知你是可怜还是可悲。 七, 漆黑牢狱里, 陪着我的只有一盏马灯。 我知道, 黑暗中有很多人盯着我, 泥泥腥臭的气息扑面, 偶尔传来犯人们的怯怯思语。 知呀, 木栅门打开的声音传来, 脚步声越走越近。 宋小姐, 别来无恙, 一道影子被马灯拉得很长, 烟月站在牢门外。 她身着明黄凤袍, 与四周格格不入。 听说你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她无视肮脏的地面, 缓缓蹲下, 视线与我平起。 宋小姐, 告诉本宫, 孩子是谁的。 倘若我答错一句, 我的父亲母亲, 太尉府的一众老仆, 恐怕见不到明日的太阳。 我稳住呼吸, 在她的视线中, 颤着嘴唇道, 不是臂下的。 三个月前, 你刚刚离开她夜月眼底 闪着悠悠的光, 看得我胆战心寒。 是我家下人的, 我与她情投意合, 三个月前, 刚见面便怀上了。 是楚记舟吗? 我喉咙一滚, 闭上眼。 楚记舟早已趁乱逃出, 因此我并不担心会牵连到她。 燕月笑了, 明日我会着人送晚药来, 你知道该怎么做。 不管是不是沈席玉的孩子, 她都不敢留。 那么问这句话的意思, 只能是我双眼无神地 看向幽暗的角落, 沈席玉声势症站在哪里。 她走后, 我侧卧在小床上, 整夜不敢闭眼, 生怕一睁眼, 就重现当年被人掳走的惨状。 更害怕一睁眼, 父亲母亲离我而去。 熬到快天亮的时候, 突然有人走进来, 一左一右架住我, 用不调蒙上我的眼睛。 不等挣扎, 就被他们直接披晕。 再有意识, 便是在咕噜行驶的马车上了。 黑暗中有人说话, 四十鞭子, 什么手赏? 搁几个等了几天, 鞭子进得油汪汪的, 陛下却迟迟不下令, 到底怎么想的? 圣意难测, 听说里面那位肚子里, 有野男人的重。 只怕此行不是吃鞭子, 而是私下处死。 我一时昏沉了, 动了动手腕, 发现被绑得严严实实, 连嘴上都被封了不条。 我听懂了他们的意思, 沈席玉要杀我, 事到如今, 我没力气反抗了, 死了也好, 入岸室里哪有不死人的?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受了很多苦, 等装在小小的盒子里躺在地下, 也许就不会累了。 这样想着, 马车渐渐停了, 我以为会闻到血腥气, 或是尸体腐烂的恶臭, 事实却什么都没闻到。 他们扛着我, 步伐平稳, 走了很长一段路, 突然有光透过不条缝隙射进来。 接着, 我被扔在一个柔软的地方, 木门枝哑一声, 四周重归于寂静。 我好像被扔进一个房子里, 我静静坐着, 什么都看不见。 突起的小腹, 受不得蜷缩的姿势, 我动作迟缓地略略伸开腿, 彻以在墙上恢复体力。 突然, 耳边传来冷冰冰的声音, 你去哪儿了? 这声音熟悉得很, 且近在咫尺。 我如遭雷击, 寻找声音的方向, 急切地扭过头。 沈席律什么时候出现的? 还是说, 从刚才起, 她一直在这里。 眼前的布突然被掀开, 待我适应光线, 才看见沈席律站在明光里, 舞爪金龙在身前盘踞, 衣着服饰叫当初更为金贵。 我神色正正, 甚至没想好说辞。 只见她一双丹缝眼里隐瞒冷意, 甚至还有被人抛弃的愤怒。 沈席御上前, 挑起我的下巴, 揉搓着我干裂的唇瓣, 说话, 你丢下我, 跑到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燕月从未告知我隐居之地的名字, 室内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你口口声声说的自愿和亲, 又是骗我的, 对吗? 她说音轻的不能再轻, 眼底蓄满阴液。 这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 再次抛下她, 是事实。 沈席御语气是掩饰不住的失望和心灰意冷。 我原以为, 你心软, 顾念旧情, 甚至, 沈席御自嘲一笑, 是喜欢我, 才愿意嫁过来。 你别这样, 我抖着双手抓住她的衣袍, 我喜欢你的。 够了, 沈席御冷喝一声, 深吸一口气, 稳住情绪, 我倒宁愿你一开始就聚了, 也好过被你给个甜枣, 再打一巴掌屋中烛火跳动, 发出噼啪声。 沈席御被对我, 坐在远处的小凳上, 明皇的衣裳扮演在暗影里, 侧脸露出一丝疲惫。 我赤脚走过去, 缓缓跪下, 陛下, 货不及家人, 我以命相抵, 求您放过他们。 沈席御额脚的青筋跳了跳, 起来, 我执拗地垂下头, 听平发落。 宋元沈席御的声音很轻, 你以为, 朕要报仇, 你会活到今日? 我茫然地望着他, 陛下想怎样? 要见切打掉孩子, 继续伺候您吗? 可以的, 沈席御差点咬碎后草牙, 用杀人的眼光死死盯着我。 宋元, 你给朕听好, 朕不在意孩子是谁的, 朕也不在意你喜欢谁, 朕只问你一句, 走还是留, 短暂地激进之后, 我挫败道, 刘沈席御骤然攥紧拳头, 骨节犯了白, 他盯着漆黑的夜色, 似乎下定什么决心, 于是扭过头来, 眉眼压得滴滴的, 宋元,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在骗我, 我不敢保证会做出什么来, 我晓得, 沈席御舒然起身, 解下衣服, 我精具地后退一步, 你想干什么, 这表情大概刺痛了沈席御的眼, 他讥讽道, 刘的意思, 你难道不知, 我还有孩子, 朕没那么卑鄙, 他冷哼一声, 一把提起我, 丢进床里, 还没到对一个身怀六甲之人感兴趣的地步, 他自己横在外侧, 放下杖子, 我则傻愣愣地坐在靠墙的位置, 看他闭上眼, 过来, 暖床, 他闭着眼吩咐道, 我狂乱的心跳, 并没有因为他的闭眼而消停, 沈席御尽在咫尺, 我仍旧不可抑制地乱了心, 沉默半嗓, 慢吞吞扯过被子, 躺在一旁, 暖床还用阵教你, 凌冽的话语点醒了我, 此刻我该贴过去, 说是暖床, 此刻沈席御身边, 却是最暖和的地方, 我挪了挪, 将头轻轻枕在他胳膊上, 缩在他身下一个刚好能容纳过的空挡, 再然后, 小心翼翼地将手搭在了沈席御的胸口, 抓住他的衣襟, 这是最令我安心的方式, 沈席御没再说话, 自从恢复记忆后, 我还是第一次睡在沈席御身边, 梦魇破天荒, 在今夜变得浅淡无痕, 后半夜, 我依稀记得自己哭了, 没了以往的金句, 却满心哀伤, 我似乎在梦里喊了沈席御的名字, 有人拍着背, 轻轻哄着, 折腾了好几次, 才昏昏睡去, 第二日清晨, 我睡眼朦胧地睁开眼睛, 撞进沈席御一双暗沉的毛子里, 他冷着一张脸, 赤裸的胸膛上搭着我的手, 还有几个牙印, 前今早就被钻得皱皱巴巴的, 松开, 震盖上吵了, 他声音带着清晨的哑和淡淡的不悦, 我脸一红, 匆匆撤掉手, 局促地抱着被子坐起, 回忆起昨晚, 我突然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叫了沈席御的名字, 梦中哄我的, 是不是他, 沈席御背对着我穿衣上, 我意识出了神, 直勾勾盯着他看, 直到他回头, 与我四目相对, 我才恍然发觉自己失态, 耳根红了一大片, 待会有人来请平安麦, 别乱跑, 沈席御系着扣子, 对上我欲言又止的目光, 你想说什么? 昨晚, 我哭了吗? 沈席御垂眸, 哼道, 正睡得死, 哪里知道? 我衣食窘迫, 换了话题, 父亲母亲他们还好吗? 他们好与不好, 全体你如何表现了, 沈席御对着镜子里好衣裳, 只要听话, 他们自然无视, 否则, 他俯身一把拽住我纤细的脚腕拖过去, 阴沉地把玩着, 朕就把你锁起来, 你这辈子别想见到他们, 我早就撇到了床头的铁链, 吓得缩起脖子, 沈席御想要的目的达到了, 唇角勾了勾, 放开我往外走, 你什么时候再来? 我怯声声地问道, 沈席御眉眼染上阴心半点的愉悦, 这几日是忙, 改日吧? 果真, 他一连数日没来, 我夜间又开始睡不安稳, 家上吃得不多, 很快受脱了响, 我疲惫地已在床边, 盯着外面盛放的月蓝花出神, 数着花瓣, 猜沈席什么时候来, 突然身后有阴影头落, 不吃不喝不睡, 你想干什么? 我紧绷的身体突然放松下来, 回头露出喜色, 你来了, 他神情一紧, 看见我憔悴的面容, 浮现怒意, 非得看朕欧死, 你才舒坦是不是? 离了人就闹脾气, 是什么毛病? 不知道还有孩子吗? 我头重脚轻地朝他扑过去, 将他瞬间僵硬地身躯拉近, 别骂我, 让我睡会儿, 话没说完, 人已经昏过去了, 八, 第三人称视角, 昨日午后, 行宫里闹得可开交, 地下抱着小娘娘, 脸色煞白, 把玉衣一股脑地叫进去, 挨个枕脉, 断定小娘娘只是睡着后, 她松了口气, 将所有人竹出来, 抱她上榻的时候, 手都是软的, 人以为终于消停了, 众人都松了口气, 谁知道了后半夜, 小娘娘淒厉地喊忙夹, 救命, 什么的, 还直呼陛下的名讳, 隔着窗, 只听陛下耐着性子哄, 许久声音才消下去, 她从行宫里出来时, 天已蒙蒙亮, 气压低沉, 扣子都吸错了, 李恒忠暗暗瞧着她的脸色, 提着浮沉, 不敢多言半句, 陛下连续几日未眠, 处理完前朝大事, 方一抽身遍急匆匆来行宫看小娘娘, 谁知惹出这样大的乱子, 吕恒忠没开口, 沈习律却先发话了, 就都王室还有多少人, 吕恒忠低着头, 暗暗搜刮肚子里的消息, 王家, 旧都王丞相一家, 城破时早就散得干干净净, 于是道, 不多了, 主家工程使死了不少, 家仆四散在各地, 找出来, 沈习律已掉平静的可怕, 一个不落, 他低头, 抚摸着手背上的血痕, 这是方才, 宋元睡梦中抓伤的, 他声音凄厉痛苦, 简直前所未见, 沈习律的心底没有来生起一种恐惧, 数日前, 他被宋元的啜起声惊醒, 他浑身冷汗, 气气爱地喊他名字, 哭得好可怜, 原以为是凶了他, 害他受惊, 偷偷安抚良久, 今日细想, 这其中未必没有缘由, 当年王家上门, 宋元婉聚, 之后呢, 他为何如此惧怕王家公子, 他站在清晨的冷风里, 身子骨一点点冷透了, 有个可怕的念头浮现出来, 当年他寸步不离地守着宋元, 可只有一次, 他出了王都, 次日回来, 宋元就跟丢了魂似的, 和他一刀两断, 有时候真相离他, 只有浓得划不开的仇恨, 或是, 薄薄一层纸, 等仇恨淡去, 那个真相, 禁令沈席欲望而却步, 他不自觉地扣进宋元抓出的伤口里, 直到流出了血, 疼得他微微醋眉, 思绪戛然而止, 不, 他审而一见马夫, 粗脑无耻, 配不上太为千金, 所以和该队玩弄, 不需要别的原因, 他闭眼仰头, 深吸一口气, 试图说服自己, 他宁愿宋元是玩弄他, 清晨的冷气灌入肺, 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 也越提醒他, 这个托词有多可笑, 宋元是第一个对他好的, 为了他与长辈争辩, 挨了手板, 躲在闺房里哭, 他急着安慰他, 宋元却反过来对着他撒娇, 要糖吃, 他离府之时, 宋元乖乖地站在屋檐下, 眼巴巴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他与宋元相处三年, 倘若他从未变心, 沈习玉不敢往下想了, 陛下, 您流血了, 李恒中尖锐的嗓音, 在悠长的公道上传得很远, 沈习玉并没有理会他, 冷声吩咐道, 一天时间, 是半不成, 你提头来见, 李恒中心中一紧, 晓得陛下是动真格了, 立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上朝一如既往的枯燥繁琐, 百废戴心, 诸多杂事挤在脑子里, 叫沈习玉身心俱疲, 下朝时, 燕月早已在殿外等他, 宋小姐是被陛下接走了吗, 沈习玉脚步一顿, 是又如何, 燕月一噎, 默默攥紧了手, 陛下, 您别忘了当年是怎么起家的, 如今朝城中多的是燕王一脉, 沈习玉根基不稳, 如何与他抗衡, 沈习玉笑笑, 笑意却不达眼底, 皇后, 你知道朕的底线是什么, 是, 他靠燕军打的江山, 却并非靠燕月, 他的恩人, 是老燕王, 但老燕王却早就被燕月夺去了性命, 时至今日, 燕军旧部仍分为两派, 一派是老燕王传下来的, 对沈习玉忠心耿耿的, 一派, 是燕月麾下的, 内斗多年, 只是别人不知道罢了, 某些层面上, 他与燕月, 更像是相互提防的敌人, 沈习玉不介意他插手一些事情, 但燕月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管他喜欢谁, 恨谁, 更不该邪恩图报, 把主意打到宋元身上, 他手伸太长了, 燕月负气离去, 沈习玉立在高高的台阶之上, 少请, 垂下眼, 盯着手背上的伤口, 陷入沉思, 入夜后, 下起了雨, 沈习玉向来浅眠, 自从坐上皇帝之位, 夜夜大门四场, 空旷幽济的工程, 仿佛一抹漆黑不见底的深潭, 一旦沉底, 便再也爬不出去, 今夜睡不着, 干脆也不睡了, 他哭坐在龙椅上, 看着凄冷的雨, 莫名想起当年在宋府的日子, 那时候也冷, 下了雨, 他站在廊下首页, 宋元会打开一条窗缝, 递来缩衣, 顺便捧着一杯热茶, 放在他手心里, 红着脸说, 我喜欢雨, 想多看一会儿, 久而久之, 沈习玉胆子变大了, 敢偷偷猜测, 他不是喜欢雨, 也不想看雨, 他会不会是喜欢一个人, 有宋元做陪, 漆冷的雨液, 似乎就没那么冷了, 可是后来, 宋元一句话, 就将情义断得干干净净, 雨液寒凉, 水汽顺着窗扇的缝隙钻进来, 就伤便开始嘶嘶啦啦的疼, 一部分是上战场留下的, 一部分则是当年逃出王兜时, 被人打的, 当年那伙人, 可是照着要他的命去的, 生死垂危之际, 他听见宋元的侍女, 将他赠予宋元的物件丢在脸上, 脆刀, 小姐嫌你脏, 所以你碰过的东西, 他都不要了, 他赠予宋元的所有物件, 都被扔进烂泥沟, 其中唯独少了那枚小小的糖盒, 沈席玉知道自己脏, 身份低贱, 配不上宋元, 可一个人好不容易爬上山崖, 沐浴着光, 突然牵绳的人踹你一脚, 看你重新落入深渊, 讥笑你痴心妄想, 绝望中, 便会生出怨对, 今年累月的酝酿, 便会滋生扭曲的仇恨, 沈席玉自知, 他是腐烂的蛆虫, 卑鄙无耻, 肮脏下流, 可若是站在山崖上的人, 被人拿刀抵着, 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呢? 思绪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是心口的顿痛, 想吞下的毒药, 药性绵延不息, 只要还醒着, 便不得安宁, 沈席玉闭着眼, 仰着脖子, 轻轻醋眉, 得到宋元的短暂一小段时光, 是快乐的, 瞧着他费尽心思地讨好他, 便有种大愁地抱得快感, 之后, 他消失了, 他又开始陷入无休无止的痛苦和煎熬, 隐震止渴, 用来形容他再合适不过, 沈席玉轻轻扣着桌子, 欲搬纸发出哒哒的脆响, 少请, 雨幕外出现一个黑衣人, 李恒忠走出去, 与他低语片刻, 便走进来, 擦擦淋湿的额头, 道, 陛下, 查清楚了, 他走到沈席玉身边, 躬身而语, 沈席玉原本闭着的眸子豁然大睁, 脖子上的青筋顷刻抱起, 脸色惨白, 劲儿转为死灰, 如一棵枯树, 而无声气, 最后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露出他早已猜到的真相, 他不得不靠捏住茶盏, 来掩饰自己波涛翻涌的情绪, 都下去, 我想一个人待着半嗓, 沈席玉哑着嗓子吩咐道, 连自称都忘了, 李恒忠心底一探, 给众人使了个眼色, 合上大殿的门, 窗外的雨是大了一点, 打在芭蕉叶上, 沈席玉捶着头, 静静坐着, 只觉得那声音如同上行, 一滴一滴敲在他心头上, 把肉敲开, 敲烂, 露出一颗肮脏的黑心, 宋元曾开玩笑, 说他是个常情之人, 喜欢一个东西, 便会待在身边很久, 于是, 沈席玉又想起了那个被焚毁的糖盒, 即便转天他后悔了, 用杀惯了人的手, 给他重新叼了一个, 可是有什么用呢? 大错已酿成, 一桩桩一件件, 都是他沈席玉对不起宋元, 是他一厢情愿, 在宋元遭遇恶难之后, 在他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他错得彻彻底底, 该死的不是宋元, 而是他, 沈席玉浑身冰凉, 寒意清净骨子里, 他突然咳了几下, 短暂的平静之后, 猛然弯腰咳出一口血, 九, 醒来时, 外面的天依旧是黑沉沉的, 枕清寒凉, 我从床上坐起, 扫尸一圈, 找不到沈席玉, 窗外下了雨, 风声萧瑟, 卷着雨滴落在窗扇上, 劈啪作响, 窃窃思雨顺着风声传了我的耳朵, 陛下还站着呢, 李公公打伞被踹了一脚, 让他滚呢, 雨大风大, 今夜不得消停, 要不叫小娘娘劝劝陛下, 嘘, 陛下, 是打定主意在外头淋一夜的雨, 不许惊扰小娘娘, 听说方才还吐血了, 这样折腾, 如何吃得消, 谁吐血了, 沈席玉吗? 四周黑漆漆的, 什么都看不见, 我起身下地, 踩着绵软的地毯赤脚穿过大殿, 走到门口, 用力拉开大门, 伴随着枝呀的木门声, 雨雾扑速而入, 天地间水汽茫茫, 朦胧的灯色透过夜色, 勾出不远处一个高挑的轮廓, 我就站在门口, 顶着风, 望向它, 那人似有所感, 猛地抬头, 视线穿过雨幕落在我身上, 雨滴滚落乌檐, 四株落玉盘, 变作暗夜唯一的音色, 工人跪了一地, 鸦雀无声, 他一动不动, 好像个石头, 突然, 石头动了, 大步朝走来, 朦胧感一层层褪去, 露出他冷冽的眉眼, 薄霄的唇, 和凌乱的胡茶, 沈席玉浑身是搭搭的, 乌发年在脸和脖子上, 憔悴许多, 你怎么不进来, 我仰着脖子, 有些担忧, 衣袍在廊下拖行出一行水渍, 沈席玉站在门口, 不敢寸净, 只用一双絮满痛苦的眼睛锁着我, 半嗓, 语气沉痛道, 圆圆, 对不起, 话音刚落, 我脸色变得煞白, 他都知道了, 这种感觉, 就像终日悬在头上的刀, 突然落下, 砸得我血肉模糊, 我后退一步, 低下头, 紧紧攥住拳头, 寒冷清及全身, 冷到骨子里, 半嗓, 我滴滴哀求道, 沈席玉, 你别不要我, 沈席玉东的跪倒在地, 用手捧住我的脸, 强迫我注视着他, 他拧着眉, 眼眶红了, 圆圆, 你在说什么, 我用了最大的勇气, 说,我不干净了, 没有告诉你, 对不起, 这句话如同凌迟,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说出来的, 只觉得脸上像被人打了一巴掌, 火辣辣的, 这一巴掌, 却像同样打在沈席玉脸上一样, 他突然哭了, 捧着我的脸颊, 半天才颤着声音挤出一句话, 圆圆, 不是你的错, 他语无伦次, 手忙脚乱地捋着我的碎发, 你没有不干净,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跟你在一起, 是我高攀, 我红着眼睛, 满腹委屈终于得到了宣泄机会, 可是你把我的糖盒烧了, 你说只给我一次机会, 我又骗了你, 痛苦在沈席玉的眼底碎开, 他捧着我的手按在自己侧脸, 圆圆, 你打我吧, 抽死我, 闪二一见马夫, 不懂事, 犯了混, 你狠狠抽, 自从见到沈席玉后, 我每天战战兢兢, 活在被他发现的恐惧里, 倘若他知道真相, 将我撵走怎么办, 肆无忌惮地羞辱我又该怎么办, 会不会连肚子里的孩子, 都被他视为野种, 那个可怕的梦, 夜夜来纠缠, 连我自己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我还住沈席玉的脖子, 碰哭出声, 沈二, 这些年, 我好害怕, 对不起, 圆圆, 对不起, 他声陷发紧, 发出困兽般的私名, 我是个混蛋, 我没保护好圆圆, 风果着亮一吹过湿漉漉的发, 我咳嗽起来, 沈席玉骤然回神, 抱着我亮枪起身, 匆忙吩咐道, 李恒忠, 烧热水来, 我浑身已经湿透, 靠在沈席玉身上, 冻得瑟瑟发抖, 他二话不说脱卫衣裳, 将我裹进棉被, 自己则揣过我的双脚, 放在心口, 李恒忠进来时, 就见沈席玉狼背得跪在地上, 着急忙慌奔来, 陛下, 您怎可如此啊? 他弯腰去扶, 被沈席玉一把扫开, 滚, 热水呢? 很快木桶被热水蓄满, 沈席玉粘走了所有人, 亲自抱着我下到热水里, 寒意一点点散去, 沈席玉压根部撒手, 他小心翼翼地为我搓着头发和肌肤, 生怕把我碰坏了, 我两眼红肿, 摸上沈席玉的肩膀, 那道丑陋可怖的疤痕始终压在我心头, 疤是怎么弄的? 沈席玉攥住我的指尖, 轻轻损稳, 不问了, 圆圆, 都过去了, 他替我擦单身子, 抱上床, 往后我守着你, 哪也不去, 有他陪着, 我惊慌不定的心一点点吻下来, 我拽了拽沈席玉的前筋, 红着脸道, 你过来一点, 我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 他低下头, 与我贴得很近, 鼻息交融, 孩子, 是你的。 沈席玉瞳孔一颤, 仿佛一尊凝固的完食, 他动作迟缓地刮着我的脸颊, 呆呆傻傻的, 眼底的喜色如泉水喷涌, 圆圆, 沈二何德何能, 值得你如此相待。 他凑过来, 虔诚地稳住了我, 隔阂消去, 情意滋长, 帐中的温度一点点攀升, 最后一刹那, 沈席玉突然止住, 浮在我肩头, 轻轻叹了一口气, 圆圆, 睡吧。 我双目迷蒙, 见他眼底玉色未消, 轻轻缓住他的腰, 我没关系的, 沈席玉神色一紧, 额头青筋直跳, 少请他闷哼一声, 压住我的手腕。 圆圆, 你并不会因不幸而跌一等, 所以不必以此来讨好我, 心底的盘算被揭开, 我顿感难堪, 可又不全是, 知无半天, 急得满脸通红。 沈席玉眼底划过一丝了然, 腹又吻来, 可如果原然是真心实意地想, 为夫就确置不公了。 这一觉, 就睡到了午后, 一睁眼, 发现沈席玉仍在枕边熟睡。 依稀记得那年花朝节, 手帕娇约我出游。 沈席玉跟在身后, 我趁他不注意, 偷偷和手帕娇溜走, 去隔壁的姻园庙求得一箱囊。 据说偷偷压在心意男子枕下, 日后他便是你的枕边人。 被沈席玉寻到后, 他冷着脸将我抗回马车, 数月不答应我出府。 后来我翻窗将香囊塞进沈席玉枕头下面, 不知他还收着没有。 沈席玉闭着眼, 哼道, 圆圆, 昨晚手不累吗? 我一张脸瞬间染满红霞, 你该上巢了。 陛下, 御医前来替小娘娘整瓶安麦, 有人隔着窗扇轻轻换倒。 沈席玉睫毛动了动, 睁开了眼, 与我四目相对。 他亲了亲我, 将头埋在我颈窝里, 摸了摸小腹, 他踢你了吗? 才三个月, 太小了, 沈席玉陪着我又躺了会儿, 才穿好衣裳起身, 教育衣进来。 隔着一道沙帘, 有人在我手腕上一搭, 整了半天, 语气凝重倒。 陛下, 如今小娘娘已有三个月的身孕, 身子却叫常人瘦弱三分, 想来是长期金句, 心神耗损所致。 药如何养? 吃什么用什么? 沈席玉懊悔不已, 昨夜震海雨塌, 我脸上滚烫, 明明昨夜我并没尝到什么甜头, 都是沈席玉尝到了, 说这个干什么? 御医倾咳一声, 那个倒是不防止。 切记劳心伤神, 否则腹中胎儿便保不住了, 我早有心理准备。 颠簸数日, 身心俱疲, 孩子能完好无损地待在身上, 已是万幸。 沈席玉沉默了很久, 道, 万事确保他万无一失, 其他都不重要。 老陈明白, 御医走后, 沈席玉传了早善进来, 让我坐在镜子前, 替我挽发。 只见他动作娴熟, 时不时通过铜镜撇过来, 太尉府的宅子, 我命人打扫干净了, 你父亲母亲, 还有家仆, 都住回去了。 谢陛下龙恩。 沈席玉缓缓握住我的手, 圆圆, 别喊我陛下, 喊沈二吧, 以前在家, 我便习惯喊他沈二。 可你是皇帝, 不合规矩, 就叫沈二。 圆圆是小姐, 你的话就是规矩。 沈席玉替我戴上金簪, 细细描眉, 端向半天, 笑道, 好看得紧, 我笑了笑, 吃饭的时候, 多用了两碗。 突然沈席玉对我说, 圆圆, 先回家住几天吧。 乍闻他的要求, 我筷子一抖, 肉丸子顺着边缘滚到地上, 我惹你生气了吗? 接收到我小心翼翼的眼神, 沈席玉眼底闪过一抹痛色, 摸摸我的头。 没有, 我不在的时候, 你得有人陪着。 一些固友, 你也许多年没见了, 少时我是王都最风光的姑娘, 无忧无虑, 每日在街头巷尾长阳, 金玉堆叠, 娇声惯养。 可这么多年, 我早已忘记 没心没肺的憧憬来日是什么感觉, 也忘记偷偷爱慕一个人是怎样的滋味。 我的命数, 似乎在那个夜晚, 被西树夺了去。 沈席玉欲言又止, 最后疼惜地看着我, 圆圆, 我保证, 你会变得和以前一样出宫的事, 只有沈席玉身边的李公公知道。 似乎在防着谁, 我随着沈席玉坐上马车, 两侧的红宫墙, 再加到两侧逐渐远去。 老宅一切如旧, 父亲母亲相协力于门前, 半月不见, 他们二牢已两并斑白。 我刚下车, 母亲便红着眼睛扑过来, 泪如雨下。 我的好圆圆, 你怎么又瘦了, 你在宫里可吃过什么苦, 沈席玉跟着我下车, 远远站在后面。 父亲不卑不亢地拱手, 草民见过陛下。 沈席玉侧身, 大人客气。 人人想家了, 朕陪他回来一趟, 气氛有些凝滞, 父亲见沈席玉站在不动, 不得已轻咳一声, 那就, 进府。 好, 沈席玉回答得干脆, 似乎早就在等这句话了。 到家的时候正是晌午, 众人便坐在一起用饭。 我吃多了, 没什么胃口。 沈席玉淡定纵容地坐旁边给我包虾。 父亲母亲对视一眼, 派出父亲说话, 陛下, 府里不缺下人, 心潮百废待兴, 您日理万机, 小女就不麻烦您了, 前台词就是, 收不早了, 你该走了。 沈席玉仿佛没听懂一样, 无碍, 她喜欢吃正包的, 我头快要埋进碗里, 一不留神呛了口, 脸都红了。 这可把一家人吓得够呛, 母亲急得碎碎念, 圆圆身子弱, 可别呛坏了。 我摆摆手, 示意自己没那么娇气。 沈席玉静手回来, 突然我眼前光影倒转, 被沈席玉打横抱起。 乔逆不饿, 不如回去歇着, 在父亲母亲惊恶的视线中, 沈席玉面色如常, 清车熟路地往规格走去。 屋里暖哄哄地, 新添了一些物件。 沈席玉将我放在床上, 替我卸下繁重的大肠和朱钗。 我并夕坐在床头, 红着脸控诉, 你怎么如此粗莽? 沈席玉跪在床边, 替我脱下袖鞋, 沈二本就是马夫出身, 我不粗莽谁粗莽, 他噎得我无话可说, 只能闭着嘴, 任他摆弄。 沈席玉陡然七身靠近, 直起我冰凉的双脚, 慢慢搓着。 我红了脸, 声若文盈, 你干什么? 给小姐暖脚, 她用滚烫的手心包紧。 光天化日, 屋门大厂, 我修得无法见人, 快, 快放开, 万一被人看见。 不放, 沈席玉的脸皮, 堪比城墙般厚, 又像个温温如玉的灯徒子, 叫人。 陛下, 错了, 再叫, 我迟一半上, 战战兢兢喊道, 夫君。 这才对, 直到我脚彻底暖和了, 沈席玉这才饶过我, 转身替我收拾东西。 夫君, 我试探般又叫了下, 沈席玉正背对着我敌衣上, 怨了声, 等着我下吻。 我想吃忌菜, 有孕以来, 口味叼得很, 总想吃些这个时间没有的东西。 沈席玉专心做火, 回到, 秋天没有寄菜, 不过有秋梨糖。 我靠在软枕上, 懒懒地应了声, 那就买秋梨糖, 沈席玉把我推进床里, 轻轻应道, 好, 都听圆圆的。 太尉府的日子过得分外平静, 唯一将我父亲欺诈的, 便是沈席玉在我归房安了假。 我对此十分不满, 皇帝有自己的御书房, 没有圆圆陪着, 我害怕。 我实在想不明白其中的逻辑, 正走神呢, 就被沈席玉揪过去, 揽在怀里。 怎么还是瘦瘦的, 她占量了一下我的腰, 叹了口气, 圆圆, 你还想吃什么, 我都给你弄来。 我听着她强劲有力的心跳, 手指漫不经心地划过她的脖梗, 落在疤痕上, 再一次问道, 你的疤到底怎么弄的, 与她相处这么久, 每当我提及此事, 沈席玉便岔开话题。 这道疤仿佛成了她心底的隐痛, 被深深藏起来。 沈席玉叹了口气, 将我抱在怀里, 磕在石头上伤的, 又是熟悉的说辞。 我顶起她的下巴, 手伸进领子, 揭开她的衣裳。 那道蜿蜒的疤痕一直延伸到深处。 沈席玉猴结滚了滚, 嗓音沙哑, 圆圆, 没这么撩拨人的, 我还得看折子呢, 我气得一拳锤在沈席玉肩头, 没正经。 我还没问完呢。 沈席玉攥着我指尖, 轻轻吻着, 一点也不疼, 倒是你, 这几日要安心待着, 外面太乱, 前几日听闻有人在街上抓人, 据说要扔进工作太监。 后来, 听下人闲聊, 才知道沈席玉把王氏公子找到了, 当夜就送进皇宫焉成太监。 这是她一直没说, 我也全当不知道, 只是晚上就寝时, 破为热情, 叫沈席玉受宠若惊。 午后, 沈席玉因为杂事出府, 让我在屋里等她回来。 少请, 李恒忠去而复返, 站在外头道, 小娘娘, 地下的药网拿了, 劳烦您取一下。 我顺着沈席玉的桌案到处找, 最终在角落里找到一个小瓷瓶。 我知道沈席玉的伤发坐起来疼痛难忍, 越发忧心她的身子, 给李恒忠送钥匙, 没忍住问了一嘴。 沈席玉不说, 李恒忠未必会瞒着我。 李恒忠提着浮沉, 低眉顺眼地回道。 先拿鞭子缠住脖子, 拉回去, 撞在早就支起的毛上, 刺穿肩胛骨, 若是跑不动了, 连心脏一块挖出来, 我听得心肝发颤。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法子? 李恒忠目光优深, 意味深长道, 小娘娘, 此事就要问你父亲了。 都是战场上杀敌用的招式, 谁知道怎会用到陛下身上, 难怪沈席不肯告诉我。 当年他差一点, 就没命了。 我魂不守舍地走出院子, 想找父亲问问。 父亲是太尉, 掌管旧都兵马不防, 他的属下上过战场。 当真是他背着我, 对沈席日做了那种事。 途径柴房, 刘书正一边杀鸡, 一边跟旁人闲聊。 想当年, 咱们战场上, 都是这么载人的。 我教你们, 像这样, 先缠住, 一拉, 撞在刀上。 鸡扑扔着, 鸡毛乱飞, 下一刻, 血标溅出来。 刘书手法熟练地拽着鸡脖子一滑, 瞬间开膛破腹, 他摘下鸡心, 扔进水盆, 鲜红的血刺痛了我的眼。 沈席域的疤突然闯入脑海。 当年, 他也是这样吗? 命被别人捏在手里, 像这只鸡一样, 他总说不疼, 可这与凌迟有何区别? 刘书还在继续, 这种法子, 一时半刻死不了, 除非血流干了。 战场上, 谁有功夫砍头啊, 动不了就行, 一种恶心突然涌至心头, 伴随而来的是心疼。 我干呕不止, 扶在树下, 用帕子捂住嘴, 带得恶心劲过去, 我缓缓起身。 突然, 下腹一抽, 隐痛自小腹, 逐渐蔓延全身, 我冒出冷汗, 眼前发黑。 滴答。 血底在青石砖上, 撞出鲜艳血花。 我捂着肚子, 脸色惨白的跪倒在地, 不明白为何会如此。 刘书听见动静, 扔下手里的刀冲过来, 小姐, 你怎么了? 快来人, 出血了。 十, 第三人称视角, 沈席玉接到消息时, 孩子已经没了, 他疯了似的往门里冲, 看见宋元静静的躺在床上, 闭着眼, 毫无血色。 沈席玉撞开众人, 慢慢蹲在床前, 他的圆圆。 他的孩子, 到底是怎么了? 才离开不过半日, 这么就成了这样。 郎中抹了把头上的汗, 不经意间拿起手帕一袖, 神色大变。 哪来的东西, 速速拿开? 难怪孩子没了。 你们怎能如此不小心, 郎中的话犹如兜头泼下的一盆冷水。 沈席玉脑子翁的一炸, 那是他带在身边的帕子, 昨日为圆圆擦汗, 便留在他手里了。 明明是新帕子, 唯一可能, 便是有人在他的眼皮子低下动了手脚。 他一向小心, 甚至对宫里所有人隐瞒了行踪, 只有李恒忠知道。 到底是谁? 远处, 刘叔自责道, 你说我非得讲那玩意干什么呢? 哪个姑娘听见杀人不害怕, 都怪李公公, 她不提这茬, 我会想起讲这个, 沈席玉缓缓闭眼, 心沉入谷底。 不许多问了。 当年他救下李恒忠, 把他留在身边, 培养至今。 他跟了自己四个年头, 出生入死, 沈席玉谁都不信, 却信他。 殊不知, 他身边隐藏最深的棋子, 便是李恒忠。 陛下, 仍然他是我的命, 为了他安冷活着, 有些事, 许得跟您谈谈, 宋太尉坐在门前, 抽完一管子烟, 迈着沧桑的步伐去了书房。 沈席玉陪了宋元一会儿, 突然冷着连起身, 像做了什么决定。 待到谈完, 日头已然偏息。 沈席玉在廊下站了半晌, 闭眼, 日光打在身上, 感受不到一点暖。 失去孩子的痛无比, 清晰地传来。 明明未雨绸缪了许多, 眼看就要将烟月一挡连根拔除, 不曾想叫烟月狗急跳墙, 害了圆圆。 猴头一甜, 他呕出一口血, 慢慢弯下身子, 撑着廊柱深深喘息着。 心脏揪成一块, 生疼。 少请, 他一拳垂在柱子上, 起身向门外走去。 昆宁宫内, 檀香鸟鸟。 自新皇登基以来, 这里是最清静的地方, 就连皇帝都不来。 烟月闭目坐在软椅内, 撵着一串菩提。 菩提起先是白的, 但如今变得白里透红, 包了浆, 可见已经跟了烟月不少年月。 从他杀第一个人开始, 染过无数人的血, 包括他吃鱼的父亲。 殿外传来脚步声, 燕月缓缓睁开眼, 就见李恒中匆匆归来, 主子, 宋氏的孩子, 没了。 沈席玉忙于伤心, 便是咱们的机会, 双方争斗越演越烈, 撕破脸是早晚的事。 他眼眸闪过一抹立光, 浅浅笑开。 若非他是个女儿身, 哪里还用得着沈席玉。 他自认不比任何人差, 可世道不公, 瞧不起女人。 燕王的就挡看不上他, 日日劝他给沈席玉生玉子死。 他偏不, 主子, 奴才怕陛下。 燕月冷笑一声, 怕他作甚, 那要你可按照吩咐下, 在他饮食里, 李恒中点头。 他的身子一日差过一日, 等他游进灯枯, 便是我手里的一只傀儡燕月提起菩提, 对着天光细细端想, 很快我就能碰。 大门轰然倒塌, 强烈的天光刺的烟月眯起眼。 尚未看清, 下头便传来李恒中凄厉的惨叫, 只是一下便了无声息。 燕月侧头, 只见李恒中的尸体就倒在脚下, 伸手分离。 沈席玉提着剑, 白衣燃血, 双眸心红, 如地狱来索命的恶鬼。 他脸色一冷, 沈席玉, 你这是坐实, 话未说完, 就被沈席玉狠狠扼住了脖子, 掐的气都上不来。 燕月的脸色因窒息迅速染上一层灰。 他心头腾起极大的恐惧, 沈席玉动了杀心, 他要杀了自己。 这个疯子。 沈席玉一脚蹬在椅子上, 靠近, 字字清晰, 声音冷冽, 毒妇, 还我孩子命来, 他眼底是一颇看不见的黑, 无一丝情绪波动。 燕月只在战场上见过沈席玉, 就像个杀神, 不死不休。 他一定要想法子, 就自己一命。 燕月死命地拍打着沈席玉的手腕, 用仅有的气音挤出几个字, 小姐, 嫌你脏。 沈席玉诈听到这几个字, 舒然松了手, 一箭插进燕月的肩膀, 你再说一遍, 燕月捂着脖子, 剧烈咳嗽, 扶在椅子上, 气若犹思地盯着沈席玉, 露出一抹癫狂的笑。 小姐嫌你脏, 所以你碰过的东西, 他都不要了, 他怪声怪气地开口, 粗嘎的嗓音, 仿佛将沈席玉的耳膜割破。 沈席玉将剑插身了些, 问, 你为什么知道? 燕月猛地摔碎虎符, 在周围不断增加的守备军中, 咧开嘴笑了。 因为我就是那个侍女啊, 沈席玉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在王都郊外追你的, 拿鞭子缠你的, 用毛刺你的, 都是你的属下, 使你日后为以重任的燕王救部, 燕月笑得得意, 先骗你, 再拉拢你, 先杀你, 再救你。 投靠仇人的滋味, 如何呀? 沈席玉转了转手腕, 渐便弯着燕月的肉, 血鼓鼓流出。 燕月晓得他动了怒, 一直到沈席玉心狠手辣, 两军对垒, 他赢不过他。 可是如今四周都是他的人, 沈席玉中会变成他脚下的一条狗。 燕月无视躯体的疼痛, 故作轻松道, 太尉府长各个周俊成防部局, 全府上下固若金汤, 只有你, 能帮我打开突破口。 他笑出声来, 英雄, 难过美人关啊, 沈席玉, 我真庆幸, 你是个大情种, 耍点手段, 就能让你背叛个彻彻底底, 这些话, 无异于往沈席玉心口上捅刀子。 他承认, 南征北讨多年, 是因为太尉府有天底下最权的沙盘土。 他耳如木染, 知己知彼, 一坐上燕王之位, 便视如破竹。 原来, 他不过是燕月一早就相中的工具。 沈席玉, 别怨我, 燕月勾勾手, 便有人将刀架在了沈席玉的脖子上, 你坏事做尽, 那孩子的命, 是听你祭天呢? 再过不久, 宋氏也会一起下去陪你。 沈席玉被带走了, 走的时候深深看了他一眼, 叫燕月无端生出一丝恐惧。 说心里不慌是假的, 可他不后悔。 燕月咬住不惊, 猛地拔出沈席玉的剑, 腾出一脑门子汗。 果可一日无主, 他不敢杀沈席玉, 软禁变成了权宜之计。 李恒忠死了, 会有王恒忠, 孙恒忠, 只要毒药猿人不断地送进去, 沈席玉早晚会成为废人。 十一, 在规格中养了足足一个月, 我病好了大半。 如今, 沈席玉消失了, 孩子也走了。 我一滴胃没掉, 终日坐在门前, 看着街上人来人往, 一言不发。 我没有追问沈席玉去了哪里, 家里也没有人提起他, 一切仿佛重新回到了我没出嫁的时候。 只是往来的百姓喜欢对着我指指点点, 我的名声, 反倒不如巷子里的寡妇。 父亲每每提着大烟斗, 一个个驱赶, 他们就骂骂咧咧地跑远, 怕人骂, 就别出门啊, 父亲反骂回去, 我归宜愿意去哪去哪, 他就是坐你家门前, 你也得给我憋着。 不讲理, 不讲理, 那日午后, 我去找了父亲。 当年, 您怎么把沈席玉赶走的, 父亲一脸不屑, 还能怎么打? 打晕拖走的, 就扔到王都外头的土坡, 家蒲变回来了。 我将李恒忠告诉我的事, 河畔拖出, 父亲紧紧皱着眉头, 怪不得沈席玉恨宋家, 恨得牙痒痒, 原来有人从中作梗。 父亲, 我要进宫。 不行, 倘若真如你所说, 燕月是罪魁祸首, 你如何斗得过他, 我疼得站起来, 压住心底的疯狂恨意, 那就让我的孩子枉死吗? 沈席玉被软禁, 谁能护得住你? 父亲脱口而出, 意识到自己失言, 猛地杀住嘴。 什么意思? 沈席玉怎么了? 父亲白白手, 不欲多言, 圆圆, 天冷了, 以后少出门。 这是, 不许再想。 从那天起, 他变得很忙, 头发也染了霜似的, 白得飞快。 他说, 家里就我一个闺女, 我就是他和母亲的命, 他拼死也要护我周全。 可我不想归缩在别人身后, 当一个累赘了。 我将自己关在房里, 一连就是数日。 第一场雪的时候, 王都又乱了。 火光冲天而起, 从南到北, 一直燃尽工程。 我站在冰天雪地里, 眼睁睁看着工程上方的焰火盘旋。 想见生了八次, 从不同的位置飞起, 在夜空中炸开。 我听不见兵歌声, 却能闻见隐隐的血腥气。 父亲不见了, 太尉府被父亲的旧部保护起来, 所有的门都被封得严严实实。 他们又开始了, 乱世, 总要死很多的人, 为了全事, 人人皆可为其。 今夜, 不知道又是谁踩着别人的尸骨, 爬上去。 到了后半夜, 大门突然被撞, 逆逆麻麻的黑衣人, 攀上了墙头。 只是他们大多受了重伤, 抵不过卫兵的攻击。 突然, 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朝我射来, 母亲猛地推开我, 自己却被划伤了手臂。 混乱中, 身后便有人狠狠扯出我的发, 拉出太尉府的大门。 好啊, 终于找到你了。 他们两个想吊虎离山, 差点要了我的命, 只要你在我手里, 我什么都不怕。 我听声音, 就认出了烟月。 听得出气息不稳, 应该受了重伤。 角兔三哭, 烟月的到来, 我一点都不意外。 他手劲极大, 顺势掐住我的脖子。 我一言不发, 任凭他拽住向远处退去。 空旷无人的街道上, 太尉府的士兵远然不断地赶来, 却无人赶上前。 烟月败了, 如丧家之犬, 将匕首横在我梗子上, 喝道, 放我走。 否则, 他必死无疑。 不远处, 混乱的马蹄声如洪流滚滚而来。 我看到了两个浑身浴血的人影, 一个是父亲, 一个是沈席玉。 在他们身后, 是千千万万奋战一夜的将士。 圆圆, 你别动, 父亲擦掉唇角的血, 勒挺码头, 不敢寸进一步。 烟月, 放开他, 沈席玉在不远处亮枪下马, 浑身染满了血。 他丢盔蟹甲, 露出伤痕累累的躯体, 两手空空上前。 烟月, 我放你走, 你别伤害他, 烟月玩味道, 好啊, 你发誓。 好, 我发誓, 若有违背, 我沈席玉不得好死。 烟月冷笑一声, 你拿送元的命发誓, 沈席玉抿着唇, 没有说话。 烟月笑出声来, 粗糙刺耳, 沈席玉, 我真想不明白, 天下美人多的是, 区区一个破鞋, 有何能耐把你迷得神魂颠倒, 沈席玉沉着脸, 眼底闪着烈烈寒光。 若不是烟月手里掐着我, 她必然要了她的命。 烟月视若无睹, 干涩的嘴唇贴在我耳边道, 宋元, 我和你打个赌, 你死后, 看沈席玉能为你守身如玉几年。 我自始至终, 没有喊过一句, 对她的挑衅, 也生不起丝毫波澜。 只是静静盯着憔悴了许多的沈席玉, 沈二, 你能答应我个事吗? 沈席玉眼睛紧紧盯着我, 说, 好, 我什么都答应。 羞了她, 话落, 场中一片寂静。 烟月痴笑一声, 到底是后宅之中的女子, 皇后之位, 你寄予已久了吧。 我没理她, 静等沈席玉下吻。 沈席玉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我与她, 从未护许真心, 亦无夫妻之时。 羞了便羞了, 烟月催了一口, 拉着我向后撤去, 说够了吧, 说够了就。 烟月的声音戛然而止, 东方破晓, 照亮了她的手背上不知何时出现的划痕。 一道道金光溢出云层, 天亮了。 她的瞳孔映照着天光, 闪现出一丝茫然。 少请她笔直倒地, 开始抽搐。 我默然低头, 露出衣袍下一把小巧的匕首, 匕首上脆了千姬饮, 只要划破一点点皮肉, 她的命便也注定了。 烟月拽住我的裙脚, 瞳孔涣散, 似有不甘。 四周的兵马悉数围过来, 却听到沈席玉一句胆战心惊的贺指, 都别动。 匕首有毒, 别惊着她, 我捏着匕首, 满腔恨意驱使下, 跪在地下, 将匕首送进烟月的心脏。 第一刀, 是为当初的沈席玉, 第二刀, 是为了我死去的孩子。 烟月吐出血色的泡沫, 含混地吐出几个字, 我不甘心, 女人凭什么可以。 我眉眼垂得滴滴的, 轻声说道, 我知道女子不义, 但拿人心做计, 宝田自己私欲, 你是最有应得, 烟月最后抽搐几下, 眼珠盯着我, 蒙上一层意后, 不动了。 弥漫了一夜的烟火, 在天明时, 西树散去。 沈席玉一步步走来, 生怕吓到我, 圆圆, 松开手, 我目光呆滞地仰头看着她。 沈席玉咽了口唾沫, 在我面前跪下, 握住我冰凉的手。 好圆圆, 松开吧, 她死了, 皇帝跪下了, 在她身后密密麻麻的兵马如海浪般, 顷刻间便也随着她跪了一地。 天地间, 只有沈席玉的脸, 倒影在我眼中, 血色挂在她脸上, 斑驳滑稽, 隐忍一个月的情绪骤然开闸, 啪哒, 一滴泪落下来。 接着, 响起我悲痛欲绝的哭声。 十二, 二十岁这年, 我成了腰板最硬的人, 家中的兵权抵半壁江山。 沈席玉二十八, 铲除烟党, 成了实权在握的皇帝。 短短一年, 江山贫遭劫掠, 百姓贫苦, 再无征战之力。 朝中的大臣, 再也没有力气, 为谁做皇帝, 谁拿兵权的是争执, 不出半个月, 各归各位, 其心协力为百姓生计出谋划策。 父亲的脸色, 一日比一日黑, 这日又在母亲面前发起了牢骚。 开枝散叶开枝散叶, 日日就是那些车咕噜话, 圆圆为他没了的孩子, 他万一找别人开枝散叶, 我的圆圆怎么办? 行了, 孩子的事, 可不许再提。 我出宫回府探亲, 刚走到门外, 就听见他们的谈话。 回头见沈席遇着一身明晃, 正站在树下, 专心致志地给我编柳环, 周遭围了一圈花, 迎风挺刮, 好看极了。 我折回去, 道, 咱们回去吧, 他们忙着, 没空见我。 好, 沈席遇如今什么都依着我, 跟当年的沈儿一模一样。 他把柳环带在我头上, 吕顺碎发, 夸赞道, 远远好看极了, 我摸摸柳环, 毛茸茸的, 已经很多年没带过了。 他晚些时候还要去请正殿处理正务, 赔不了我太久。 回宫时, 途径小巷, 一个半大不大的孩子像个小牛犊一样冲进沈席遇怀里, 沾满泥巴的手印在沈席遇华贵的衣裳上, 留下两个黑漆漆的手印。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和沈席遇都愣住了。 孩子母亲匆匆赶到, 吓得脸色惨白, 跪倒在地, 陛下恕罪, 孩子年幼无知, 求您饶他一命。 沈席遇缓缓低头, 五指落在小孩稀疏的头顶, 分外小心地揉了揉, 多大了。 三岁, 小牛犊哪声哪气地回到。 沈席遇蹲下, 若有所思地握着他的小手, 像是稀罕一个宝贝, 叫什么名字。 小牛, 他母亲爬过来, 抱住孩子的腰, 臂下, 孩子饿了, 草民要带他回家了。 说完紧张地扯着孩子往回走, 谁知沈席遇竟握着孩子的胳膊, 设神。 沈席遇胸名远扬, 人尽皆知。 他母亲一时慌了, 哭出声, 求您牢过我们吧。 孩子感知到母亲的不安, 也哭出声, 喊着爹, 场面瞬间乱组一团。 眼看他把人家吓着了, 我轻轻搭在沈席遇的手上, 沈二, 放开他吧。 沈席遇身子一颤, 猛地回神, 无措地望着我。 那一刻, 我看到了他眼底的痴望和痛苦。 我又重复了一句, 让他们走吧, 沈席遇正正松手。 夫人抱着小孩匆匆逃离, 只剩下我和跪在地上的沈席遇。 风无声拂过窄像, 天光正好, 却照不进人心里。 两久, 他捂住眼睛, 叹了口气。 我红了眼眶, 迟一片刻, 缓缓抱住沈席遇。 张开嘴, 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进宫前, 我曾与父亲促膝长谈。 他说, 沈席遇当年一出王兜, 就被烟月给盯上了。 他能捡回一条命, 是烟月算计好的。 加之当年父亲的确说了狠话, 断了沈席遇的念想, 经烟月日复一日挑唆洗脑, 沈席遇黑化得彻彻底底。 春日多雨, 我亲眼看着沈席遇的旧伤发作起来, 疼痛难忍。 烟月为了控制他, 下了慢性毒药, 偶染风寒, 便咳得直不起腰来。 若不是最后, 沈席遇和我父亲一拍即合, 彻底拔除烟月的势力, 他恐怕命不久矣。 他吃了太多苦。 倘若人的一生, 要现在过往的痛苦的礼, 只不不前,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十三, 我住在勤政殿不远处的一处小店里, 没有名字, 白日阳光正好, 也很清静。 沈席遇下了潮, 便与我归缩在此, 大门一关, 导向对寻常夫妻。 这日入夜后, 我在店里燃起了香烛。 沈席遇踏跃而归, 推开门, 室内暗箱浮动, 暖胀飘扬。 我并膝坐在床上, 披一件薄纱, 掠尸之粉, 赤足细腰, 无意掩藏。 我静等沈席遇穿过重重围蔓, 站到我身前。 他步履很轻, 在最后一层围蔓前, 停住了。 圆圆, 你, 我没有说话, 只是定定望着他的影子。 沈席遇的手伸过围蔓, 半天, 叹了口气。 圆圆, 今夜, 我卸在外头。 说完, 转身朝外走。 我好冷, 简简单单一句话, 瞬间定住沈席遇的背影。 你不进来吗? 沈席遇呼吸加速, 声音嘶哑。 圆圆, 还是你嫌弃我不清白。 话音未落, 沈席遇已冲入障子。 他像个湿了理智的蛮牛, 扔掉外袍, 抱着我倒进床里。 树发的红绸落在尖头, 末发勾铲, 鼻息交融。 我们四目相对。 沈席遇眼眶红了, 圆圆, 我做了错事, 我不配, 他还在为李恒中的是自责。 我摸了摸他病脚 舒然出现了一根白发, 不是你的错。 倘若我再仔细一点, 我们的孩子不会死。 圆圆, 对不起, 我揽住他的脖子, 轻轻拍了拍他, 没关系, 我不会怨你, 孩子也不会怨你的。 我主动稳住沈席遇, 试图抚平他心底的伤痛。 久违的情愫请客间炸开, 沈席遇扯烂了床上垂落的杖子, 一便便稳着我手背, 我的额头。 待到最后一刻, 我习惯性地绷紧了身子。 沈席遇明白我的担忧, 轻轻吻在我耳边, 说起那句重复了一千遍的话, 圆圆, 你是天底下最清白的姑娘, 我抱着沈席遇的脖子, 闭眼留下一行青泪。 手指在他的疤痕上停留了一夜, 他随着主人的体温, 变得炽热滚烫。 临窗的玉兰花宝金一夜风霜, 花蕊因水珠的洗礼而变得越发娇艳。 花瓣攒满了露水, 撑不住了,风一吹, 便汇聚成骨, 一滴滴落入春泥。 天光照进窗戏, 勾勒出床上有两个紧紧相拥的身影。 我动了动身子, 沈席遇便轻轻吻着我的耳锅, 湿热的气息灌进耳窝, 圆圆。 累, 我闭着眼, 发出委屈的控诉。 是, 闪而不好, 让圆圆受累了。 有沈席遇着, 梦眼渐渐离我远去。 回笼觉睡到了日上三竿, 沈席遇不见了踪影, 我起身, 宫女鱼挂而入, 按部就班地服侍我沐浴更衣。 想去许久未见母亲了, 简单用过午膳后, 我回了太尉府。 还未进门, 就听见父亲的咆哮, 他这是先斩后奏, 无礼, 我悄悄探出头, 就见父亲的烟斗敲得桌子咔咔响。 母亲眼尖地发现了我, 摇摇头, 示意我不要进去挨骂。 岳父大人, 我想娶圆圆为妻, 父亲臭着脸学沈席遇说话, 谁是他岳父, 我一愣, 难道沈席遇来过了? 母亲给了他一个眼神, 好歹问过圆圆的意思, 圆圆是我太为府千金。 她, 她, 她是圆圆心爱之人, 母亲补全了后面的话。 父亲来回走了几圈, 语无伦次, 她亲口承认, 入府第二日就看上我闺女, 登徒则, 补知修, 我能便宜他, 突然, 我被人扯进一个角落, 捂住了嘴。 熟悉的气息传来, 沈席遇笑瞧着我, 在我额头小啄一口, 你怎么跑出来了? 不累吗? 我拽住沈席遇的袖子, 红着脸嘟嘟浓浓道, 谁允许你来我家了? 我想娶你。 心脏不受控制的一跳, 我避开他炙热的目光, 耳根滚烫, 你空着手上门吗? 沈席遇一愣, 一张俊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呆滞, 劲流露出狂喜, 圆圆, 你答应了。 我哼了声, 你还从来没跟我提过亲呢? 沈席遇一把抱起我, 吓了我大叫一声。 太尉府的最高处, 是一座三层的小楼, 从这儿可以俯瞰整座王兜, 他带着我跃上房顶。 此时, 日头已然偏息, 金灰变洒。 经历天下一主, 王兜依然不改当年的纸醉金礼。 一条河穿城而过, 金光凌凌, 穿红甲的守备军列队而过, 王公立于夕阳之下, 巍峨壮丽。 再远, 便是连绵起伏的山巒。 风吹起了我的头发, 沈席遇从袖子里掏出一枚缝簪, 熟练地为我挽起头发。 当年我坐在同镜前, 曾无比憧憬我和沈席遇的未来。 驾一一针针绣出了翱翔的缝, 被我小心翼翼藏入床底。 我曾盼望有朝一日, 被他牵着, 走进红彤彤的洞房, 大红洗背, 鸳鸯成霜。 却没成想, 这份美梦成真实, 已蹉跎了太多岁月。 夕阳的余光照进沈席遇的眼, 摔出细碎的金光, 倒映着我和连绵远山。 他执起我的手, 在暖了三分的春风中, 问, 以此江山, 聘尔为后, 圆圆, 你答不答应? 我扯起嘴角, 笑了。 那就, 勉强答应一下, 当年, 我和他曾肩并肩, 眺望远方。 今年战乱, 如今, 依然是旧人。 全文完。